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开运十一分钟一点你就通 那我是易华老师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 精植打小人 那明天呢3月5号 国立的3月5号呢 就是我们的一年当中第三个节气 叫精植 那植这个字呢也可以念作折 可是在我们的那个节气里面呢 我们通常会念作精植 一个读音一个语音所以都可以 因为很多人问我到底该怎么念 那其实念精植是可以的 那为什么说精植呢可以打小人 在我们的月定72号节节里面有说 二月节万物出乎正 什么叫正 正为雷 也就是这一天呢 就是等于是春雷会响 春雷响了之后惊动了在冬眠中的蛇虫蜀蚁 这些东西呢本来都买在土里 甚至一些害虫 他生的软还没有孵化 这时候就纷纷的孵化 所以这也是春天快要开始 农夫开始要耕种的一个时间 那这些蛇虫蜀蚁呢被春雷惊醒了 就开始爬出来了 那蛇虫蜀蚁呢也包括 就是我们所谓的小园 那精植这一天呢 我们又称之为白虎开口日 什么叫白虎开口 白虎呢是一个凶神 那我们再说白虎凶神当堂座 流年必然有灾祸 所以呢只要你今天不小心开口 我们应该说是明天 明天这个精植日 你就不小心开口 或者是有什么行为居使 去得罪了这个白虎新君 那糟糕了 今年一年的流年呢 小人不断 口舌不断 是非不断 然后三不五时还来个雪光之灾 所以呢这一天通常呢 我们会去祭白虎 祭白虎呢就希望我们平平安安 那至于打小人呢 打小人就希望说 藉由今天这个他们小人 刚刚所谓的蛇虫鼠蚁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小人 他刚刚萌芽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他打下去 因为当他茁壮成长 你要再打他就已经来不及了 那请大家呢先帮我公开分享 按赞追踪 然后开启小铃铛 那下次直播的时候就会收到哦 那我们线上呢 线上已经在的朋友 老师呢就要来开始分享呢 祭白虎跟打小人这两件事情 首先 首先为什么要祭白虎 因为白虎是凶神 如果说我们在金植这一天 我们去犯到了白虎新君 讲到白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以前结婚的时候 常常在结婚的旅车 看到绑一个竹竿 长长的 后面要掉一块猪肉 因为白虎呢 不仅是他会伤害 他是会有口舌 是非纷争血光之外 另外如果说你是结婚 结婚的话 我们会说假设这一天犯白虎 就会有白虎吞胎 所以呢如果你那一天 没有挂那个猪肉 没有去入寄白虎的话 那结婚的投胎 很容易保不住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常常 很多人就是结完婚 他就流产 有时候是这个问题 那通常 因为现在我们要找 这么长的竹竿 很难 我们现在路上好像很少 看到离车挂竹竿 掉猪肉了 那是因为当我们择日的时候 我们要避开有白虎的这一天 那以前呢就是不用避 白虎就是我们只要 路肌白虎就把它避掉了 可是现在呢 因为我们在择日的时候 就会特别特别的注意 不要有这个问题 我们就不需要做这个动作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结婚 都必须要绑竹竿 掉猪肉 而是那天有犯白虎才需要 那现在大部分不用是因为 大部分的择日老师 都会帮你避开有白虎的日子 好 那因为白虎有这么多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要首先在 这一天白虎开口的日子 也就是白虎刚刚的 要起来的时候 那就去祭祂 去祭拜祂 请祂呢 口下留情 今年呢 让我们小人世非 这些恩恩怨怨 这些口舌 这些跟大家的不愉快 跟人际关系的不愉快 还有呢 我们的雪光世非呢 就在一开始呢 就消逆于无形 所以在金植这一天呢 其实才是正月的22而已 那在正月呢 就希望这一年平平安安 平平顺顺 所以呢 我们就是祭白虎 祭白虎 比较简单 首先呢 我们通常呢 会去庙里拜拜 如果说我们没有要自己祭 我们去庙里拜拜 请庙里面的 到什么庙 到土地公庙就可以 我必须先讲 先讲清楚 所有的庙里都有虎爷 但是虎爷不是白虎 千万不要搞错 虎爷不是白虎 虎爷是儿童的守护神 那白虎呢 是白虎星君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通常我们要祭白虎 我们会找这个白虎的纸 那这个所有的金纸店都有卖 金纸店都有卖 那去庙里呢 你可以带这个 然后呢 我们的祭品 会准备一块肥猪肉 一定要有油的肥猪肉 一般啦 以前都叫生的肥猪肉比较好 因为虎 吃到这个肥肉 会比较开心 那就是我们用肥猪肉 或是猪血 猪血的话 就是猪血糕可能比较 就是我们那块状的猪血 不是猪血糕 那现在可能比较少买到 应该买到都是鸭血 那只要是血 或者是血糕啦 或者是那个 不能说血糕 就是没有米的那个东西 然后呢 跟肥的白肉 那像我们便利商店 有时候可以买到火锅肉片 那那个也可以 那就 拜拜完之后呢 用那个肉 在嘴巴 在这个老虎的嘴巴 抹一抹之后 这个老虎 连同金纸 所有的金纸 我们通常会准备 准备挂金 准备挂金 然后呢 一起呢 就烧化掉 这样子呢 就祭了白虎 那保佑我们一年到头 平平安安 不犯口舌 不犯小人 事非不临头 然后呢 雪光闪边等 接下来呢 我们说 这一天金纸 除了要祭白虎之后 我们还可以什么 我们还可以打小人 那刚刚跟 跟我们的小帮手呢 有聊了一下 现在呢 打小人被打的前三名 是什么 老板 同事 还有小三 那要记得 虽然说 这几个可能是在生活当中 是让你深恶痛绝的 或者是 可能老板欺压你 或者是同事扯后腿 或者是小三 抢老公 好 没有关系 我们呢 在这一天呢 我们可以好好的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所以接下来呢 先教大家 怎么样打小人 那首先 打小人的地点在哪里 我们会选择 比较阴暗的角落 或者是 三煞路口 什么叫三煞路口 因为像有些建筑 它的 比较像路冲 就是两个 有的路你看 它是有点像剪刀口 剪刀口 在这个剪刀的路口 那个就是三煞路 它是一个Y字形的路 在Y字形的那个剪刀的 开口那个地方 就可以 那有的人呢 他不好意思 这么的当众 去做这件事情 那可以在哪里呢 可以在自己家顶楼的角落 天台的角落 去做这件事情 那记得一定要角落 不要说 就在天台上面 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准备什么呢 准备纸白虎 纸白虎 然后呢 生的猪肉 生的豆干 生的鸡蛋 生猪肉 生豆干 生鸡蛋 因为老虎喜欢吃生的 他喜欢吃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要准备这个祭品 然后呢 再来准备什么 准备纸小人 这个呢 这样看到 这个纸人替生呢 在金纸店一般也都买得到 我们等一下会再教一个简易版的 但是我们先从最基本版的 就是传统版的先开始教 那这个纸小人呢 就是一对 一男一女 因为小人有男有女 所以我们要准备一男一女 再来 这个鞋子 请你准备旧鞋 它这个拖鞋是新的啦 因为刚刚才去买的 请你准备你不要穿的旧鞋 就是你打算把它丢掉的 臭掉的 越臭越脏越好 越臭越脏越好 最好是可能几里之外 你闻到你可能就昏倒这样的旧鞋 那这个是最好的 然后呢准备 这个 来 准备什么 准备这个箱 然后这个东西呢叫化金 化金是什么吗 化金就是上面一张金箔 然后它大概这么大 比较小的那个是土地公斤 大家不要认错 准备这个化金 然后怎么打呢 先找到那个角落 如果你真的很不好意思 就找一个阴暗的角落就可以 但是呢千万不要在自己家里 如果在自己家里打小人 你就是迎小人入门 在自己家里打小人 就会迎小人入门 适得其反 请你一定不能在自己家里打 然后 准备这些东西之后 首先先点香 点香拜拜 然后这个化金呢 化金拿着 你可以把 拜拜完之后呢 拜什么 拜天地 拜天地 告诉老天爷 告诉五路八方众神 今天呢是经职日 我要来打小人 打的是害我 怨我 会扯我后腿的小人 但是请你不要指明道姓 不要说 不要打某某某 不要 因为我们只要指明道姓 我们就会有因果 但是呢 如果今天这个人 他真的是伤害了你 他害了你 或者是呢 他在生活中 一直给你使绊子 一直呢 扯你后腿 一直呢 背后给你擦刀 他就是很明明白白是你的小人 所以你只要说 我今天要来打小人就可以了 然后拜完之后呢 香怎么擦 香这样子擦在金纸上面 然后放在前方 我放这边这样看得到吗 好应该看得到 然后呢 白虎 就是紫白虎 也是金纸店可以买得到的 这个紫白虎 紫白虎呢 放在他的前方 再接下来呢 我们今天就没有准备生猪肉 跟那些祭品 但是祭品放在前方 这个小人呢 上面千万不要写名字 千万不要写名字 小人呢 一男一女 开始呢 放着 那因为 打小人的这个言语呢 大家可以上网去找 或者呢 我们比较简单的方式呢 就是诉说 小人对我们的不好 对我们的干扰 跟对我们的伤害 然后呢 从头开始打 先打他的头 好 那个因为我们只是示范 所以我们就这样打就好了 先打从头开始打 那小人如果说像我们这种紫小人 就是现成都买的 好 他会有五官 那我们就要从头 眼 耳 鼻 口 来我再说一次 头 眼 耳 鼻 口 照着这个顺序打下来 没打一句 要让他说 让他这个 例如说打他的头 让他的脑袋不清晰 打他的眼 让他看东西看不清楚 打他的耳 让他呢 坏话听成好话 或者是不传话 然后呢 打他的鼻呢 让他呢 相臭不分 是非 如果说他是很会颠倒是非的 让他相臭 相臭不分 是非不分 他就会把他转正回来 然后他的嘴 就让他有口难言 然后再来 接下来 从头 眼 耳 鼻 口 之后呢 从肩膀 双手 身体 双脚 这样一路打下去 来 头 眼 耳 鼻 口 这是头 再来 肩膀 双手 双脚 肩膀 双手 身体 双脚 从上 打到下 打完之后呢 请你用 一样我们的祭品 生猪肉 抹一抹我们白虎的嘴巴 抹一抹白虎的嘴巴 我们刚刚有说 为什么要祭白虎 因为白虎开口会伤人 我们要祭他 然后呢 我们要希望呢 他不要来侵犯我们 然后让我们一年平平安安 可是呢 有没有发现 这两件事情呢 刚好父父可以得证 我们祭白虎之外呢 我们也顺便请白虎 帮我们 把我们的小人带走 所以呢 用祭品 生猪肉去黏住 去擦他的嘴巴之后呢 用这个白虎 夹着 夹着这个 指人 就把它夹着 让白虎呢 把它吞掉 白虎 开口 吞了我们的小人之后 这些 连同我们刚刚的 你看哦 我们的香 我们的精子 这样一起 拿一个 通常会建议拿一个不用的容器或锅子 那请大家小心 因为在阴暗的角落 千万要等到所有东西烧完之后再离开 才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那这些东西 不要带回家 不要带回家 请你呢这个东西烧完之后在外面找水把它冲一冲 如果 如果是找不到容器的话 你就用一个旧的不要的锅子 或是不要的碗工 那你就把它烧一烧 这些烧完之后 就把它冲掉 然后那个东西拿去回收 记得这些东西不带回家 然后呢 要提醒大家自己打小人要注意的事项呢 首先第一点 第一点 不可以指名道姓 那也不要想说我对现在政策很不满意 所以我要打那个总统 我对现在的什么很不满意 我要打那个行政院长 像去年前年那香港很多呢 对特首不满意 他们想打特首 或是呢 我对中国人的政策不满意 我想要打那个习大大 这个都是办不到 因为当他身居高位 他就有官 官器 他有 在传统的说法 他有他的权 他有他的心臣 可以照耀他保护他 如果说你去打了他 你指名道姓 那要注意会反噬到自己 所以 如果说 他不是这个高官 但是他是某某人 就像我要打 诶 那个老板 苛扣薪水 又不放假 劳动节别人放 为什么我们家不能放 你想要打老板 为什么说劳动节 因为有的人放有的人不放啊 然后呢 我想要打我的老板 希望他劳动节给我放假 这也 不要指名道姓 因为有时候 老板可能他 这天没有放假 但是他补你薪水 奖金 对不对 那表示呢 他其实有在其他地方补偿你 你如果指名道姓打了他 这会造成因果 那有一种 有一种呢 是你可以把自己的怨念 恩怨 讲出来 讲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说某某某 介入我的感情 介入我的家庭 因为当你是原配 当你是原配 这个李小姐 或张小姐 他认识我先生 一直来纠缠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 你可以说某小姐就好了 不要指名道姓 介入了家庭 造成我们夫妻失合 造成我老公老师要跟我吵架 好 如果真的是他做的 你说张小姐怎么样怎么样 你可以讲 但是只能讲姓 不要讲名 这时候呢 就希望让白虎呢 把他带走 好 这是感情的小人 那打小三 或者是 呃 其他的方法 我们可以下次再分享 那第二点呢 要提醒大家 不可以在家里打小人 刚刚就说 如果你在家打小人呢 就会把小人引进门 所以打小人这些东西 一定要在外面 一定要在外面 然后打破小人的 呃 这个鞋 不要再穿 最好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 又脏又破又臭的鞋 最好可以熏到十里之外 好 这个鞋打完了呢 请你一并丢弃 好 然后再来 打完小人 这个小人纸 通常一定要立马化掉 为什么 春风吹不进烟火 哎 烟火烧不进 春风吹又生 当你没有把它马上化掉 它如果气势重新回来的时候 你再怎么压一压不住 那我们最好打的时间 就是这一天 再来呢 打完小人的东西 通通 所有都不要带回家 所以最好那些东西 都是要丢弃的 包含贡品吗 包含什么 贡品 贡品也是 请你在外面就把它处理掉 贡品也不要带回家 因为一般正常贡品是 肥猪肉嘛 猪血嘛 然后我刚刚说的 如果说这些不好买 那我们就猪肉 豆干 然后生鸡蛋 这些呢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在垃圾车来的时候 就让它带走 厨余 或者是你 把它包起来 放在室外 不要带进家门 你如果说垃圾车来不及 那你就放在室外 然后室外 到时候时间到晚再去丢 把它绑紧 不然它可能会有一些味道 再来 两种人不可以打小人 一个是孕妇 因为刚刚有提醒过 为什么 白虎会吞胎 白虎会吞胎 你如果请白虎神的话 你没有去打到你的小三 因为通常孕妇一定打小三 你没有打到你的小三 但是呢 不然 你就伤了自己的胎儿 这一点千万千万要注意 然后第二点呢 女生有越式期间不可以打 为什么 因为白虎其实 他喜欢血腥之气 那这样大家要懂了吗 如果说你身上有血腥之气 他对你的兴趣 比对小人兴趣还要更高 所以在这两种状况 女生 这两种都是女生 女生千万不要打小人 那可以等到自己 处理完这些事情 月经过了 或者是生产完了 或者是请别人代劳 帮你处理 那我们会常常说 我生活中呢 我与人为善 我不得罪人 人家也没有来得罪我 那在金子这天呢 我不想去打小人 那金子这天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通常呢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呢 请你呢去土地公庙拜拜 因为今天呢 是万物复苏 小人抬头的日子 那我们去土地公庙拜拜 去土地公庙 跟土地公讲说 今天呢是金子日 希望土地公呢 保佑我们全家大小 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没有是非 没有闲言闲语 大家呢和和美美 快快乐乐 这些都可以讲 然后呢 就是拜拜土地公之后 就可以回家了 这个很简单 那如果说 我们生活中 没有什么 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小人 可是我必须说啦 小人无处不在 只是说 对我们来讲 这小人 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如果还是希望驱赶小人 但是不希望用打小人 这么的严厉的招数 或是这么强烈的方式 OK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我们可以点 线香 在家里点薰香 这个是线香 那或者是塔香 或者是檀香 那这些东西呢 在我们的家里面 每个角落这样子走过 那他这是一个驱赶一些 不好的气场 邪恶的气场的一个招数 那这个呢 它是一个仪式 这个仪式呢 可以驱赶小人 赶走不好的气 当然也可以驱赶霉玉 那我们刚刚说 如果说这些东西不好买 那有没有便利版的打小人 刚刚我们小帮手呢 去帮我们买了一些东西 首先呢 一样 这个 纸老虎 纸虎 我们金子店 可能我们家附近 没有金子店怎么办 那等一下 我们小帮手呢 会把可以下载的连结 可以下载的连结呢 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自己上网 当漏 当漏下来呢 把这个老虎剪下来 我们就有现成的纸老虎了 然后 小人呢 我刚刚说 要拿挂金嘛 其实 如果真的没有挂金 我们 我的习惯啊 用挂金 用挂金 然后呢 去 画小人 画小人 那小人呢 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小人男女都有 那记得 五官都有 但是小人没有 自己画的话 小人不画嘴巴 因为小人就是口舌 他已经口舌那么多了 就不要再给他嘴巴了 所以 这个呢 是我们刚刚小帮手 帮忙画的 画的 比我画的好看很多 画完了之后 再把它剪下来 他就是一对的纸小人 如果说 没有挂金可以画 那请你用白纸画 那 用白纸画 接下来呢 这是便利商店买得到的豆干 他把 把那个 把牌子贴掉了 便利商店的豆干 小豆干可以 大豆干也可以 那 便利商店的排骨酥 好 这个是都是我们楼下 数字商店买的 对 再来呢 数字商店的蛋 好 这个是茶叶蛋 那茶叶蛋可以 生蛋也可以 其实我们 便利版 我们就是因为现代的生活 我们就要 有时候不好找这些东西 我们就是用便利版的东西 一样哦 但是记得 我们在烧香拜拜的时候 记得 小人跟白虎 在箱上 要绕三圈 箱上要绕三圈 老师 刚刚可能漏了讲 我们在 呃 记白虎跟打小人之前 小人跟白虎 要在箱上面 绕三圈 之后再开始打 好 要记得绕三圈 之后再开始打 那因为明天就是 经职日了 如果 如果 我明天上班 那我没有时间打 明天24小时 都属于 经职日 所以明天一整天 你都可以打 白天打晚上打 你只要早的时间 都可以打 可是如果明天 我就是一整天 都没有时间 那怎么办呢 我生活中充斥的小人 可能这个也得罪我 那个也得罪我 这个扯我后腿 那个在背后 说我坏话 那怎么办 其实如果 经职日不能打 那请你找一天 找一天 一样的方法 但是呢 你要先去 城隍庙里面 禀报神明 去城隍庙 拜拜的时候 要去告诉城隍 你的姓名 生臣 地址 以及恩怨 什么样的事情 造成你工作不顺 造成你家庭不合 造成你财务的损失 那这样子讲完之后 拜拜之后 这些东西 在城隍爷的 城隍爷的那个 金儒过三圈 回来就可以打小人 只要城隍爷同意 你不用金职那一天 你一样可以打小人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金职打小人的分享 那线上有怡婷 有天台 有小凤 有雅萍 还有Amy 还有 听 听和 抱歉 那个我的英文没有那么好 OK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开运十分钟一点你就通 那 其实老师有在想 有时候 与其去挡小人 去打小人 不如呢 我们就来招贵人 那下一次呢 老师有机会呢 再跟大家分享 生活中呢 我们能够招贵人 可以让我们 小人远离 贵人相助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大家下次见啰 拜拜